晚上好,可以听见老师声音看到PPT画面的,在公平给我一个反馈,谢谢大家。 哈喽哈喽,看到很多老朋友是不是,刚才我一看公平说,老师今天用讲义吗,是这样的东西吗? 咱们这个课程呢,就是对于前几节课跟哥讲过内容的一个复习课, 所以说你只是需要在之前的笔记的内容之上去进行一个补充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的这个讲义跟笔记。 好,谢谢大家哈,这个刚刚下完一节课,虽然说这个声音的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 但是老师这个状态还有我的这个激情肯定是100%的, 那么欢迎大家来到这个万次班第六季的夫妻课的第一节, 我就是咱们这个夫妻课的主讲老师贾坤哈, 那么还有一些同学可能是第一次来听坤坤老师的课, 所以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的, 那么我在有道考试呢是主讲这个雅思阅读的, 大家知道雅思是我们考试吧哈,如果说学万词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考试,然后呢考一下可能对大家之后的这个英语能力的证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辅助的东西, 同时呢也是一个词汇老师,那么除了这个跟跟歌搭档讲万词以外呢, 还有这个大学英语入门4500词这样一个词汇的课程, 那咱们其实很多同学呢都是之前上过老师的4500词, 然后转战到万词这个班的,对不对, 还有呢就是现在专四的词汇部分也是由我去讲解的哈, 那么我是香港大学毕业的, 那么香港大学其实应该不用多说了, 同学们都比较了解对吧,这样一个世界的知名学府, 那么老师的专业呢叫做TISO, 然后同学会说,哎老师能不能别卖关子, 这个中文是什么呢, 其实目前为止它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中文的翻译哈, 它的英文的全称呢叫做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教大家这些英语不是母语的人英语的专业, 所以说呢你就放心大胆的把你自己托付给老师, 好不好,一定帮你跟这个词汇这件事情彻底的分手, 如果说觉得卡顿同学呢可以去换一下线路啊, 然后是刷新一下, 现在呢咱们人数特别的多啊,特别的多, 好,那么当时为什么来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专业呢, 大家看一下哈,全球的教育专业排名, 港大真的非常的出色, 非常的优秀, 如果说哈,咱未来如果说跟老师一样像, 到海外哈去学跟教育相关的专业的话, 去不上斯坦福, 升不上哈佛, 到不了牛津, 那么港大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所以说基于这个专业非常良好的背景, 选择它作为我的这个职业哈, 那么除此之外呢, 老师也去参加过一些国际知名会议的翻译, 比如说欧亚经济论坛呢, 这二十二十国副理峰会啊等等等等哈, 那么也获得过一些联合国的奖项, 以及模拟授课大赛冠军的张约称号哈, 那么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跟坤坤老师相关的一些周边哈, 或者是英语学习有趣的这种小知识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关注老师的个人微博, 有道考试甲坤老师, 而且如果说每一节复习课, 你都可以坚持打卡的话, 那么在课程结束的时候, 大家知道哈, 只要是坤坤老师上课, 就一定会抽奖, 对吧, 在课程结束的时候, 我会抽取这个坚持打卡的同学, 送出我们的小奖品, OK, 可能是一些跟坤老师同款的帽子呀, 或者是书籍呀, 零食大礼包啊什么都有可能, 大家可以去这个想一想,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然后呢, 咱们在微博端讨论一下, 最后敲定一下最终的奖品, 好, 因为跟坚坤老师可能一个发音都比较像, 是比较假坤, 坚坤很像, 好, 那么首先呢, 咱们来说一下哈, 就是背单词, 我们要有一个观念, 我们需要从哪些维度来掌握这个单词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pronunciation, 它的发音同学们, 你想一想, 咱们学了这么多年的雅文英语, 为什么呢, 就是咱们不敢张口去说呀, 所以说, 最起码, 这个单词的发音, 你是要精准掌握的, 如果说你在平时背单词的时候, 你发现老师这单词, 哎呀, 我感觉发音我有点模糊, 同学们千万别泛滥, 一定要consult the dictionary, 查一查字典, 敲定这单词正确发音, 因为你会发现, 有些时候这单词发音, 你要是搞不懂的话, 听力是有很大困扰的, 因为平时你就不这么发, 当人家native speaker这么去发音的时候, 你根本反应不过来是一个单词, 所以说, 当你有一个好嘴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好耳朵, 口语跟听力是相互相成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单词的拼写spelling, 那其实同学们, 对于万词班所学习的单词来说, 拼写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它大多数的单词, 都是比较高难度的, 比如说大家在考研当中, 然后留学考试当中, 以及GRE考试当中会预见的, 那么这一单词呢, 大多数都是阅读当中你会使用到的, 所以说, 其实你没有太多的拼写的需求, 那么这个地方同学们可以相对来说, 暂时弱化一下, 暂时弱化一下, 没错, 导致说万词班有点难, 所以说这就为什么, 在最开始甘歌上了两节课之后, 马上给大家去承接一些复习课, 就是帮你把节奏慢下来, 帮你好好巩固吸收一下, 之前两节课所学过的所有东西, 好, 第三个呢, 就是意思, 同学们, 你想一想, 发音拼写意思, 这就是单词最重要的三个维度了, 如果说这单词什么意思, 你都不知道的话, 那别说听力口语了, 阅读你连读都读不懂, right,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构词法, 同学们, 为什么老师要强调构词法呢, 因为我们说,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那么你在万词班学到了更多的, 其实不是说某一单词到底怎么去记, 你学的更多的应该是, 单词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记, 同学们, 对不对, 当你学会方法之后, 其实在你未来之后会学习其他单词的时候,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自己去讲单词, 自己去解析这个单词, 同学们, 咱们就拿构词法这个单词来举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mofology, 这一单词你看看, 你能不能把它讲出来, 你能够看出这个单词它所构词的一个原理吗, 首先老师可以帮你先把这单词切开了, 你来试试看一下, 前面的是mof, 后面是ology, 那么对于ology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 比如说咱们说这个biology, zoology, 对不对, 表示都是什么什么学, 学科这样的一个后缀, 对不对, 那么同学看一下, 如果说表示构词法, 那就是单词的形态学, 那么想一想, 前面这个mof, 其实它是怎么编来的呢, 同学们, 你们太棒了, 没错, 同学们, 这就是单词的一个后置的, 这个前后颠倒的这样一个现象, 对不对, 后面这个ph, 其实它根据f是互换的, 那么把它颠倒过来就是form, formology, 单词它组成形态的这样一个科学, 就是我们的构词法, 看到了吗, 没错, 大家都非常棒, 跟哥讲的内容, 咱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活学活用了, 好, 最后一个呢, 也是在空光老师课堂上, 会比较强调的一点就是它的usage, 那可能根哥在他的这个主课之上, 更多讲的是这个单词应该怎么去记, 对不对, 利用这个词根词坠法啊, 或联想咸音法, 那么在我的课堂之上呢, 我就会更多告诉你, 这个单词比如说在造句的时候, 在使用短语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搭配, 或者是这个单词如果说涉及到了, 跟古希腊罗马神话相关的知识, 老师会讲到, 涉及到了跟这个英文文学, 或者是英文文化相关的老师会讲, 这就是复习课的一个比较特色, 且有亮点的地方, 好了, 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复习课, 咱们会以一个神秘的形式去讲单词, 你不要包含这个特别重的心理负担, 可能根哥的课比较难, 让大家都愁眉苦脸的, 但是到空光老师课上, 我希望大家可以开心快乐的度过这90分钟, 那么咱们会有这种游戏闯关的模式, 会不会被人占了四个模式, 分别是找相同, 找不同, 连连看跟中英配, 那么咱们待会会在这个做游戏的过程当中, 逐一告诉大家怎么去玩每一个游戏, 好了, 期待期待是不是, 摩拳擦掌, 好了, 那咱们首先呢, 先来一组这个我最喜欢的连连看, 好不好, 那么连连看呢就是, 给所给的这个单词, 还有它对应的这个图片进行一个连线, 好了, 同学们, 看一看这个五花八门的图片, 你可不可以认出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首先同学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A, slack, 1234, 应该对应的是哪张图片呢, A, 特别好啊, 连的应该是我的第二张图片, slack, 表示的是人的这个胶原蛋白缺乏, 是不是这个皮肤衰老了, 对不对, 好, 那么第二单词, distort, distort, 那么这个单词连的应该是第二三四哪张图片呢, A非常好, 连的应该是一扭曲的这个含义, 好, 第三单词, blizzard, blizzard, 这单词, 很好, 连的是四, 暴风雪, 那么最后一单词, apprehend, apprehend, A很好, 指的是逮捕的意思, arrest, 好了, 那咱们来逐一看一下, 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每一个单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单词叫slack, 那么这单词呢, 有两个意思啊, 表示的是经济的萧条, 或者是皮肤的松弛, 那么怎么去进呢, 同学们, SL开头的, 它是不是都跟这个滑动相关啊, 最简单的角色通过sleep, 滑动去记, 下滑相关, 所以说你看, 当你的脸, 如果说缺乏lack, 缺乏胶原蛋白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会往下垂啊, 呈现这种皮肤的老态, 老年化了, 那如果说经济我要是lack money, 缺钱了, 我是不是就萧条了, 所以说两个意思都需要掌握, 那么通过这个sl开头单词呢, 咱们再来看一些跟它相关的行进词, 比如说第一个单词slash, 还是滑动, 向下去滑, 那什么下滑了呢, cash, 金钱向下去滑, 所以说它跟这个削减跟卡这相关, slash cash, slash cash, 好了, 同学们, 给老师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slash tax, 什么叫做slash, 没错, 它指的都是减税, 它指的都是减税, 那么什么叫做slash price, 其实同学们, 如果在一些国外的这种shopping mall, 大的商场里面, 你会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个标志, slash price, 就是我要减价了, 特别好, 就是那个特价产品, slash price, 非常好, 好, 没有问题, 那么咱们再来看下面呢, 还是以sl开头的单词, 这个单词呢, 叫做slash, slash, 把它拆开, slash, 下滑, 你这样跳, 大家看图说话, 熊本呢, 跳楼了, 宝宝我不活了, 那你想, 这么一个大大的熊本, 是吧, 扑腾从顶上掉下去了, 所以说这单词什么意思呢, 从上面下滑蹦下来了, 所以说它表示的是暴跌跟下降的意思, 暴跌跟下降, 对, 它太难了, 是吧, 宝宝不活了, 那照个句子说, Obama's popularity slumps, 说奥巴马的这种支持率, 受欢迎程度怎么样呢, 下降了, slumps, 好, 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这单词呢, 叫做sloppy, sloppy, 那么这单词呢, 影视的就是sleeper这单词, 同学sleeper是什么意思呢, sleeper是什么意思, 特别好, 只是拖鞋的意思, 同学们你想一想, 你要是天天穿了一个那种人字拖, 拖鞋去上课的话, 你的老师一定会dis你的, 我记得当年, 我上大学的时候, 然后那个语音老师, 这个男老师, 中规中矩, 然后中年那种端庄自持男老师, 他看到女同学穿着sleeper上学的时候, 一定会就是拎出来, 然后dis一番, 我们的图书馆也是不允许穿sleeper, 进入到里面去学习的, 因为会觉得那是非常的informal, 不正式, 有一次呢, 我真的是忘了, 睡着明明呼呼, 就爬起来去图书馆了, 穿了一个sleeper, 然后那个就让那个大妈把我拦住了, 你知道吗, 他就非常的sloppy, 很邋遢, 当时我集中生智, 我就从我的那个铅笔袋里, 拿出了一个粗的那种记号笔, 在我的脚上画了一根袋, 假装我这个鞋手鞋袋的, 然后就顺利的混入了图书馆, 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这个sleeper, 拖鞋这单词, 就记忆sloppy, 很邋遢的, 穿sleeper, 拖鞋的人呢, 非常的sloppy, 很邋遢, 这当时脑洞啊, 你说年轻的时候呢, 人就非常的creative, 很有创造力啊, 能干出一些非常惊天动地的事情, 是不是啊, 好, 再往下这单词呢, 叫做sloply, sloply, 拉他得, 同学们来看, 中间这单词特别像lovely, 有一些男同学啊, 他就非常喜欢那种迷迷糊糊的, 拉里拉他得的女生, 在他们眼里, 直男的眼中就会觉得, 哇, 这种女生好可爱啊, 是不是啊, lovely, sloply, 那种拉拉他得的女生, 在直男眼中多多少少, 他有那么一丢丢的可爱, right, 可可爱爱的, lovely, sloply, 好, 没有问题, 那往下面这单词slumber, 表示了失忆年, 咱们怎么去进行呢, 同学们来看, 后面这个单词像不像number, 当你睡不着觉的时候, 你会采取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就是鼠绵羊, 对不对, 一只两只三只, 你发现数着数着number, 你就滑入了梦乡, 对不对, sleep, 滑动, 当你数着数number的时候, 你就滑入了梦乡, 它表示就是睡眠的意思, slumber, ok, 那么这个单词呢, 是一个比较书面语的单词, 比较专业的单词, 那么正常咱们会说sleep, 就简单的睡觉了, 那么同学们, 其实呢, 老外睡不着觉的时候, 人家才会鼠绵羊,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发现she, 绵羊这单词, 它跟sleep, 睡觉, 它是谐音的, 是同音的, 而中国人是不要叫, 咱们应该数什么呢, 咱们应该数的是水饺,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数饺子呀, 水饺水饺, 它跟这个睡觉, 其实它是谐音的, 所以说, 在下次数的时候, 别说错了, 因为你是一个chinese, 对不对, 好, 没问题啊, 这是这组以sl开头的, 表示滑动的行进词, 然后呢, 咱们再来说几个, 比如说, 这个单词用来看, sleep, 还记得这个单词怎么去记吗, 可以通过联想谐音的方式, sleep, 你看, 滑雪翘, 哎呀, sleep, 你累死我了, 滑雪翘的时候, sleep, sleep, 对吧, 可以通过这个联想谐音的方式, 去记这个单词, 那么, 下一单词呢, 叫做sleeper, 它表示的也是滑动滑行, 大家听这单词发音了, sleeper, sleeper, 是不是感觉这个舌头, 从你的两尺之间滑动过去了, 所以说啊, 它就有这个滑动滑行的意思, 而且多指的是这种动物的滑行, 多指的是动物的滑行, 比如说你看蛇那种, 嘶嘶嘶嘶嘶那种, 来找个句子吧, Futter and song snake are out for a nice afternoon slither, 蛇爸爸跟蛇宝宝, 怎么样呢, 下午出去溜溜了, 在草丛之间, sleeper滑行, 好, 没有问题, 对, 多指的是动物的滑行, 然后最后一单词, 马呼得, 叫做sleep shot, 叫sleep shot, 同学们怎么记呢, 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谐音联想, 你看sleep是不是滑, 这个shod像不像少这单词, 这个中文的翻译少, 就是写字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 尤其是小学生特别马虎, 滑了滑了少了两笔, 你看老师一定会批评你, 你看为什么这么不认真呢, 随便写一写, 滑了滑了少了两笔, sleep shot, 马呼得, OK, 同学们, 这次单词搞定了吗, 对, 同学们, 那个sleep呢, 确实有失误的意思, 比如说, 我这个口误了, 叫做sleep of town, sleep of town, 说滑了一下, 我说错了一个东西, 所以说呢, 可以通过这个sleep表示mistake, 失误, 去记这个单词, 也是OK的, 对, 口误的意思, 好, 这次单词应该没有问题了, 然后呢, Let's move on, 接下来看下一个单词, 这单词呢, 叫做distort, distort, 扭曲, 那么tort, 这个词根呢, 它表就是twist, 同学说什么叫twist啊, 就是扭动, 这个还要twist, 如果说你抱着那种英文的健身班的话, 那个教练就会指示你twist, 而转, 这叫tort, OK, 那么distort, 同学们, 这里的this,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加强, 表现的是加强的意思, 那么你看, 加强扭, 加强扭, 没错, 这就是困困老师哈, 你看, 现在这不是我面部的表情, 我这个脸部的形状, facial shape, 是不是进行了扭曲, 所以说你看这个扭曲可以说的是, distort the shape, 啊, distort the shape, 自黑满分, 是不是, 好, 那么比如说, 你看现在老师啊, 小姐姐网恋吗, 我多拎哦, 小姐姐网恋吗, 我整太阴呢, 你看这是干嘛呢, 这就是distort my voice, 对不对, 扭曲了我的声线, 扭曲了我的声音, 当然了, 有些同学哈, 有些同学, 他这个不分青红皂白的, 给我颠倒黑白哈, 扭曲了事实, 叫做distort the truth, distort the truth, 所以说同学们, 你看这个distort, 它表示扭曲的时候, 它多只是那种抽象概念的扭曲, 能理解吗, 是抽象概念的扭曲,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tort, 其实它本身呢, 它就作为一个单词, 它也有一个相对于那含义, 要讲的是侵权行为, 你看tort, 偷它, 偷它的东西, 本来这是我的知识产权, 对不对, 你偷我的, 你就侵犯了我的权益, 侵权行为tort, 好, 没问题, 那么下面如果说老师distort, 表示那种抽象概念, 比如扭曲事实啊, 扭曲声音啊, 那么如果说我这种实体概念, 扭曲身体这边怎么说呢, 叫做contort, 你看, 我们一起来扭动啊, 扭动啊, C-O-N, 把浑身所有的这个器官扭动到一起, 比如说你看, 狗狗把他的大腿扭动到脖子这个位置, contort the body, contort the body, 没错, 所以说这个扭啊, 它指的就是身体上的这种实实在放的扭动, 好, 没有问题啊, Let's move on, 那么下面呢, 咱们再通过这个tort, 这个扭动这个词根, 再来学一下同词根的其他单词啊, 首先这个xtort, 想一想啊, EX除了表示你前男友以外啊, 前人以外, 是不是还有向外的意思, 好了, 那现在是不是就是把这个钱往外卷, 想一想啊, 移到月底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想尽千锋百计, 从你爸妈的这个口袋里, extort, 求诈他们, 把钱往外卷, 为啥呢, 因为9号可能马上要到了, 对吧, 马云霸的钱该还了, extort, 好, 对, 没有问题, 那么倒句子吧, the blackmailer tried to extort a large sum of money from him, 这种敲诈的人呢, 怎么样呢, 想从他身上和狠狠的敲一笔钱, 把这个钱怎么样呢, 往外卷, 往外卷就是敲诈的意思, 好, 再往下, retort, 同学们, 能试着把这单词给老师讲一下吗, 还记得这单词怎么来的吗, tort, 卷, 对吧, 表示的是卷, 表示扭动, 那么re呢, 是表示的是, 非常好, 指的是back, 就是往回去扭, 对不对, 你打了我一下, 然后扭回来, 这个事情呢, 你说了一组, 然后表达这些事情怎么样呢, 给它反驳过去, 所以说它表的是反驳, 报复跟回嘴的意思, 反驳, 报复, 回嘴, 一定要给它扭回去, retort, 好, 这单词呢, 老师可能不是按顺序出的, 因为啥呢, 如果按顺序的话, 你会有这种顺势的记忆, 那么打乱之后呢, 就可以更好地检验你, 这单词到底是不是真的记住, 把它打乱顺序呢, 更有助于大家去, 这个乱序的去背诵给一单词, 好, 没有问题啊, 继续往下, 那么下面这单词呢, 就把它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了, 这个ture, ure结尾的, 你看picture, 对不对, ture, 它都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了, 当然了, 除了名词以外, 它有动词意思, 折磨痛苦, ture me, 对吧, 太折磨我了, 特别可爱, 就是之前有同学私信, 我说老师完了, 我觉得我这次四集过不了了, 我太touchure了, 我说为啥呢, 我分手了, 特别影响我的精神,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ture me, 这种这种折磨, 是什么样的折磨呢, 它是不是就是mento上的, 国家们, 这里这个ment, 你可以把它想象是mento, 它指的是你精神上的折磨, 对不对, 分手之后, 对它都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折磨, 再也不能好好学习了, 不能愉快玩耍了, 四季再也过不去了, ture me, OK, 好, 那么再往下这一单词, 它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形容词了, 为什么呢, 是不是以OUS这样一个典型的形容词词为结束的, ture me, ture me, 这个是曲折的, 迂回的, 比如说你看, 你以为成功就是一个street line, oh no, 它不是这样的东西们,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哇, 它真的是轻描淡写就成功了, 但是你有可能没有看到人家之后的浓墨重彩, 对不对, 只有你非常努力在别人眼里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其实每个人的成功之处都是一样的, 都是要付出艰辛的, 它都是一条ture me road, ture is root, 好不好, 希望该晚上的时候该给大家去喂点宵夜了, 喝点鸡汤了, ture is road, ture is root, 对, 螺旋式的上升, 螺旋式的上升, 好, 这一段词没有问题了吧, 大家知道, 就是空空老师课, 你要买的时候你发太超值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别的老师一个小时讲的东西, 我可能半个小时就讲完了, 因为我的语速就是比较快, 但是呢, 可能这种快的语速更加可以调动起大家学习的这种节奏感, 知道吧, 太慢的话你可能就走神了, 是不是, 好, 非常开心, 好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继续开心一下, 来看一下下一单词叫做Bleezard, 叫Bleezard, 这单词指的是暴风雪, 南东学一定玩过这个暴雪公司的游戏, 那其实美国暴雪公司跟中国唯一的合作商呢, 就是老师所在的公司呢, 他有网易, 对, 他这个暴雪公司呢, 中国的唯一合作商就是网易, NetEase, 那么他叫做Bleezard Entertainment, Bleezard Entertainment, Entertainment指的是娱乐嘛, 所以说他就是暴雪游戏公司, 好了, 那么这两个语速公司呢,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very new word, 它是个非常新的单词, 它是在1870年才正式大规模使用的, 因为当年在这个爱荷华州, 跟这个明尼苏达州下了一场非常非常大的暴雪, 然后呢, 这个单词才逐渐的被人们广泛所使用, Bleezard, 它是一个历史比较年轻的单词, 那么这个单词表示暴风雨雪, 那么同一词, 最简单的肯定就是一个Snowstorm, Snowstorm, 什么游戏啊, 比如说那个, 那有什么游戏啊, 那个Harris Stone, 叫鲁石纯说, 大家玩过吗? 那是我特别喜欢玩的游戏, 就是暴雪公司的, 玩一玩是用卡牌式的, 还是顶链那个智商的, 那么Snowstorm, 你看雪的风暴, 暴风雪, 这是最简单的, 那么Tempest, 同学们, 这个单词咱们可以通过哪个单词去注记呢? 这个单词咱们可以通过哪个单词去注记? 非常好, Tempered, 脾气这个单词, 您想一想, 暴风雪算是这个天气当中比较恶劣的一种吧, 那么也就是说脾气挺不好的, 对不对? Tempered, Tempest, EFT, 最不好的脾气, 对不对? 比较级, sorry, 最高级, Tempered, Tempest, 最不好的脾气, 在天气当中就指的是我的暴风雪, A就是我的暴风雪, 好, 没有问题, 那么同学们, 其实呢, 你日后如果学到更多单词, 你会发现ARD结尾的这些单词, 它多跟这个Negative meaning, 读太好的意思是相关的, 比如说, Laggard, 落后者, 来告诉老师, lag, 这单词作为动词来讲的话, 应该是什么意思? Laggard, 作为动词来讲的话, 应该是什么意思? 特别好, 表示落后的意思, 对不对? 你看, 落后的那些人就是拉后腿, 我们的落后者, Laggard, Great, 非常棒, 好了, 那什么叫做slugard? slugard, 那么这个slug, 你就可以映射是slow, 慢慢的, 如果说你发现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很慢, 你会觉得很懒散, 对不对? 那么待会儿老师, 回来结尾的时候, 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就是我十一的时候去了一趟非洲, 给大家进行一个小小的非洲之旅的分享, 那在非洲的时候, 你会发现每个人做事情都好慢呢, 其实跟他当地炎热天气是有关系的, 因为天很热, 你发现就是你懒洋洋的不想做任何的事情, 做事情很慢, 很slow, 就会让人觉得是不是个懒鬼, slugard, AARD结尾的, 要表人, 多数指的是不太好含义的这样的人, 好, 没有问题哈, 好, Let's move on, 继续往下, 那么咱们再给大家去拓展几个, 以这个ARD结尾的负能量名词后缀构成的单词, 首先, 第一个叫做, Coward, Coward, 这一单词东西们告诉我, 是Cow什么意思, Cow什么意思, 特别好, 母牛, 同学你想一想, 那个母牛, 如果是跟我的Bull, 公牛去比的话, 那个公牛的话, 那种就给你强攻击力的感觉, aggressive, 但是母牛呢, 就感觉是特别的鸡肋, 就是胆小一天好像只能铲奶, 就没有什么特别强的攻击力, 所以说, 当我的母牛之后, 加了ARD, Coward, 它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胆小鬼, 胆小鬼, 那么再两下同学们, 你自己来猜一下, 看你在平时生活当中, 使没使用过这两个单词, 一个叫做Bastard, 一个Bastard, 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啊? 都是大胡子, 看读书画了是吗? 不对不对啊, 不对, 私生子, 哎, 没错, 同学们, 它其实呢, 就是骂人的一个单词, 混蛋, 没错, 混蛋, 那么当年呢, 我老师在学英语的时候, 我的老师, 我的英语老师, 给我的第一个英文的材料就是, 争吵骂人109句, 你会发现, 你不管学任何的语言, 任何的方言, 你首先学会的一定是, 骂人的话, 对不对? 所以说, Bastard这个单词, 一定是大家看美剧啊, 看英剧的时候, 会最早接受的那些, 那些脏话粗话, dirty words里面的, good bastard, 骂人的, 恶棍, 人渣, 对, 好, 那么接下来同学们来看, 下一个, drunkard, 这单词什么意思? 看多数话, 我们说, I'm totally drunk, 我喝多了, 对不对, 我太醉了, 所以说, 在后面加了一个ARD, 表示负能量人的后缀, 它就是我们所说的, 酒鬼, 醉鬼, drunkard, 最汉, 酒鬼, 最汉, 好, 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apprehend, apprehend, 那么这一单词词根呢, 以后大家还会学到更多单词, 它就是prehand, 或者是price, 这两个词根, 表示的意思都是相同的, 同学们, 你也怎么去理解这个词根, 它跟它所对应的这个, 汉语, 这个英文的含义呢,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这个词根,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 中文当中的文言文,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文言呢, 跟咱们现在说的白话文, 其实长得还差别挺大的, 那么这就是当时古代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理解, 古代时候使用的一种, 书写的方式, 那现在呢, 这就是我们的白话文, 那么prehand跟price, 它都表示的是, to catch, to seize, 抓住的意思, 那么这个里面的hand, 你可以想象上是手这单词, 对吧, h-a-n-d, 那么后面这个price, 你就可以想象上是preend, 这单词, 那你看, 是不是也把它抓到简易里, 用什么去抓呢, 用手去抓, 那么这两个词根, 它都跟这个抓是相关的, 好了, 那现在同学们告诉老师, 如果说a放在这个单词之前, 还是双写手字母, 它表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前准的含义呢, 跟哥们给大家讲过, 特别好, 它就是加强的含义, 对不对, a还是双写手字母, 加强就是使劲去抓, 所以说这单词有三个含义,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把它放到这个语境当中, I apprehend a word, but I cannot use it, 我能怎么样这个单词, 但是不能去使用呢, 在这个语境当中, 我们, 哎, 没错, 表达的是理解的意思, 你看, 这里抓是不是抓住的main idea, 我抓住了主要的意思, 我抓住了中心思想, OK, 这里主要抓, 用力抓, 抓加强的就是我的中心思想, 你看, 这是不是就是你在学习单词的时候, 一个现象, 就是, 哎, 我能背下这个单词, 但是呢, 我就不知道这点怎么去用, 放到语境当中, 我就问他怎么去使了, 怎么去说了, 就不行了, 对吧, 能记住, 但是不会用, 对吧, I can apprehend a word, but I cannot use it, OK, 这是第一个意思, 好, 第二个意思东西们, 来猜一猜什么意思, 说, Do you apprehend any difficulty, Do you apprehend any difficulty, 这回还是抓, 那这回抓的是什么呢, 对, 没错, 你在担心, What are you worried about, 对不对, 你在担心什么呢, 那么这回你看, 抓耳脑, 不行了, 抓心脑干的, 所以说这回抓的是你的这个器官, 对不对, 表示的是忧虑, or worry, 好, 没有问题, 当然你在记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阴阴示意记在旁边,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发现阴阴事意, 如果说你平时在记笔记的时候, 养成习惯之后, 你会在做这个阅读理解, 做同一替换的时候, 非常的敏感,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就一直坚持用全英文去记笔记, 然后你会发现, 你之后在做同一替换的时候, 敏感度就要比你身边的同学好很多, 好, 没有问题, 那么再往下同学们, 如果说我跟我的这个criminal, 罪犯这个一单子搭配, 那我这回抓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 然后同一替换词arrest, 逮捕了一个人, upprehend, 抓住他送进监狱, 对不对, upprehend, 表示的是逮捕的意思, 好, 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由这个prehand price构成的, 其他的同词跟的单词, 首先这个叫做reprehend, reprehend, 同学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re表示的是back, 对吧, 回, 就是我们说, 回手掏, 就是反过来, 抓住别人的缺点, 抓住别人的小辫子, 我就不放了, 怎么样呢, 谴责你, reprehend, 回手, 那么反过来, 抓住你的小辫子之后呢, 抓住就不放了, 用力的去谴责你, reprehend, 好, 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单词的同一词, 同一词, 是谁啊, 这个琪琪同学, 陆琪同学, 之前就听过老师一节公开课, 然后发现这个单词量巨大无比, 是吧, 好, 那同一词呢, 第一个单词叫做denounce, denounce, 同学们, nounce是一个词根, 眼熟吗, nounce这个词根, 咱们是不是之前就说发音这件叫pronounce, pronounce, 你看这包说出来啊, 把这个音把它发出来, 所以说这个nounce这个词根呢, 它表示to claim, 说的感觉, 就说, 好了, 那现在, 第一同学们, 这个前缀都有什么的意义啊, 你知道的表示第一的前缀, 都有什么样的含义, 特别好, 同学说表示not, 表示加强, 表示在什么之下, 对吧, done, ok, 所以说你会发现, 这个前缀, 是不是都表示的是一些不太好的含义啊, 如果说你要是下部单遇到第一开头的, 你就可以大胆的去猜, 它是表示nactive meaning, 不太好的意思的这样一个前缀, 所以说你看, 不说, 不说好的, 是不是就是当众谴责你, 在大家所有人面前啊, 众人面前, 我不说你的好, 那就是谴责你, denounce, ok, 能理解吗, 好了, 那么除了这个单词, 还有两个单词也可以表示谴责, 第一单叫做reprove, reprove, 我们说approve什么意思, 这单词什么意思, 特别好, 它表示的是支持, 对不对, 表示的是赞同, 好了, 那现在呢, 我现在把这个前句换一下, 换成re, 那么re在这里很明显, 应该是bad, 向后谈, 也就是, 我不支持你, 那我不支持你, 是不是就站在你的对立面了, 那换句话, 是不是就是在谴责你, 不赞同, 没错, 非常好, reprove, 反应是approve, 然后再往下reproach, 那么这单词大概想的是, 同理是不是就是approach, approach, 多打了一个p, 那它说表达的是接近, 那么我现在不想接近你, 远离你, 远离你, 所以说它表示也是谴责, 站在你的对立面, 远离你reproach, 这两单词re呢, 它都是back, 向后的含义, ok, 好, 这个表示apprehend的三个意思记住了吧, 三个意思再说一遍哈, 一个就是抓住, 抓住大意, 理解, 抓耳挠腮忧虑, 抓住某人的代步, 好, let's move on, 接下来呢, 给大家说一下哈, 这个apprehend, 你会发现它有一个非常行进的单词, 叫做apprentice, apprentice, 那么这单词呢, 它表示的是学徒新手的意思, 大家在做预读理解的时候啊, 会遇到这单词四六级, 出现这单词的概率还是挺高的, 新手学徒, apprentice, 那么这单词它的同意替换词呢, 叫做novus, novus, 同学们能够猜一猜啊, 你大胆来猜测一下, 这个单词怎么来的, 表示新手, 你们简直太棒了, 特别棒的同学们, 它就是从mu这单词来的, 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说原音AEIOU中间, 它都是可以随便去换的, 所以说这里的O变成了E, 这里的V呢, 它就是从相近的辅音字MW变化而来的, 所以说novus它就只是新手的意思, 好了, 所以说大家看到一些女司机, 尤其上路的时候会贴一个这个标识, 新手上路, 请大家多多关照, 多多关照, 那么在这里呢, 同学们, 老师教给大家一个固定的, 这样一个英文的领域表达, 叫做green hand, green hand, 它同时都表示, 也是这个生手新手没有经验的人的, 这样一个含义, 同学们, 你能理解为什么green hand有这样的一层含义吗? 绿色的手, 同学们, 想一想, 绿色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绿色代表的是哪个季节呢? 是不是春天的时候, 万物复苏, 生机盎然, 绿油油的一片呢? 所以说它跟生, 新生是相关的, 那么你看, 新生的手, 简称新手, 生手, green hand, 再说句子, 在驾驶这件事情上, 我真的是个新手啊, I am a green hand in driving, 对不对? 原谅色, 生活不带点绿, 怎么过得去呢? 是不是啊? 所以说它就等于这个inexperienced, 没有经验的, 好, 没有问题啊, 那么同学们, 你会发现, 为什么咱们要学这种英语的俚语呢? 首先, 它是非常地道的表达, 除此之外, 在四六级考试当中, 在考验考试当中, 它有的时候就喜欢考察一些, 这个表面译吧, 跟它深层次的含义不太一样, 那种表达或者短语, 你发现了吗? 所以说呢, 在考验考试的课程呢, 我非常喜欢给大家去拓展一些, 跟这个中英文化差异, 跟这种理语固定表达相关的一些, 好玩的小知识, 比如说在这个时间段后, 老师就给大家带来的是, 跟这个颜色相关的英文, 就是中英文化差异的一些表达哈, 首先呢, 继续这个绿色啊, 原谅色这个颜色, 那么刚才我们说过这个green hand, 表示的是绿色的手新手, 那么, 那么下面这个green eye是什么意思呢? green eye, 咱们确实有一些高手在民间, 是不是啊? 哎, 没错, 他表示的是极度, 极度, 那种老师, 那个极度不就是眼红吗? 怎么不叫green eye, right呢? 同学, 你想一想, 这就是中英文化差异, 因为老外他有什么样眼睛呢? 就是金发闭眼, 所以说他们生气的时候, 就瞪着滴溜溜的绿眼睛, 所以说生气极度, 叫做green eye, green eye, 对, 眼睛都极绿了, 可以这样就行啊, 你看中文叫眼红, 红眼睛了, 极红了眼, 但是英文当中呢, 是极绿的眼睛, 瞪着他闭塞的大大的眼睛, green eye, 好, jealous, yes, envy, 都是他的同一替换, 好了, 那么说完绿色, 咱们来说一下对应的颜色, 就是red, 红色, 那么同学们猜一猜, 什么叫做red figure day, red figure day, 什么意思呢? 嗯, 对, 你把它中间加一个连字符, 它有形容词, green eye, 中间加一个连字符, 这样写啊, 中间加一个连字符, 然后呢, 在这个E之后呢, 你再加个D, 它就可以当一个形容词, 就是green eye, 姨妈日, 姨妈日就是红色的是什么, 大家这个想象力脑洞还够大, 然后来说一下, 同学们来看, 红色的日子, 是不是就是咱们的weekend, 跟一些holidays, 对不对, 一些节假日, 一些国庆的法庭假日, 那么你想一想, 放假了你不开心吗? 所以说同学们, 它指的是lucky days, it is really great figure day for me, 今天对我来说, 遇见女神了, 真的是太幸运的一天了, fortunate day, lucky day, OK, 放假就是开心幸运的日子, 好, 那会不会猜一猜, 什么叫做red tea, 什么叫做red tea, 好, 它说红茶, 直译确实是红茶, 但有人同学, 给老师打一个question mark, 问, 因为老师, 真的这么简单吗, 对吧, 空中老师喜欢给他挖坑啊, 不会这么简单的, 红茶应该叫什么呢, 红茶应该正确的说法叫做black tea, 千万不要闹笑会儿了, 以后出去点红茶的时候, 给我来一杯red tea, 然后老伴, 什么的red tea, 应该正确的说法应该叫做black tea, 黑茶, 为什么叫黑茶呢, 因为这个红茶其实把它冲泡开之后, 它整个的茶体颜色是偏黑色的, 对吧, 那具体为什么老外这么叫呢, 可能是跟历史有很大的渊源, 这咱就不去深究了, 但是你要知道正确的说法应该叫做black tea, OK, 对, 他们的文化, 这就是中英文化的差异, culture shock, 好, 再往下同学们, black, 黑色, 那既然有red figure day, 那我就有对应的black figure day, 那你看, 这个black, 一到周一的时候, 什么时候能到周五呢, 好了, 那么参照black figure day, 来告诉老师, 什么叫做这个, 参照这个red figure day, 告诉老师什么叫做black figure day, 特别好, 倒霉日这个翻译得很好, unlucky days, 那些不太幸运的日记, 对不对, 出门撞车了, oh, it's really bad figure day for me, 好, 对, 没有问题啊, 倒霉日, 不太幸运的日记, 好, 那么再往下呢, 咱们再来说几个跟black相关的短语, 同学们看图说话, 在一群白色的羊当中出现了一只黑羊, 那么, 到底应该叫做black sheep, 还是应该叫做black horse呢? 哎, 没错, 在一群白花花的小绵羊当中, 突然出现了一只大黑羊, 那么, 就相当于我们家人就是俗语说的是, 这个什么东西, 搅了一锅粥是吧, 所以说它就是我们所谓的害群之马, 对不对, 所以red tea没有这种说法, 同学们, 没有red tea的说法, 那么, 同学们, 害群之马, 害群之马应该是前者, 还是后者呢? 应该是sheep, 还是应该horse, 同学说, 应该是sheep, OK, 就会没有人叫坑里, 还能说有这只马呢? 来说一下, 这也是中英文化差异, 如果说也翻译成black horse, 那不是咱们说黑马了吗? 那跟害群之马, 完全就是相反的含义了, 对不对? 那么正确的说法, 在英文当中, 应该是black sheep, 黑色的羊, 在英文当中, 它才指的是害群之马, 他们以名羊多, 是吗? 太可爱了, 风格校同学, 好了, 这单词搞定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下一个号, 叫做black and blue, black and blue, 同学们看图书话, Mr. Bean, 豆豆先生被打得怎么样呢? 这也不是黑马的说法, 没有黑马的说法, 它只是你执意出来是黑马, 但是咱们在英文当中, 也不会这么去表达的, 因为咱们中英文, 它不是那种点对点式的执意, 如果你想说黑马的话, 你可以说outstanding, 对不对? 退而出的人, 他就是我们黑马, 特别好, 它表示的是鼻青脸肿, 青一块紫一块, 对不对? 那你说老师, 如果是青一块紫一块, 为什么不是green and purple? 有没有这样的疑问? 青紫, 为什么不是green and purple? 这个时候同学们, 请你拿出你的这个小胳膊, 跟老师一起来看一下, 观察一下, 你在手腕这个位置的血管颜色, 它是偏青紫色, 还是偏蓝紫色? 你看一下你的血管是青色的, 还是蓝色的? 好, 明天要说, 你说老师我是蓝色的, 证明你是比较白的人, 对不对? 那另一同学说, 老师我发青可能是比较黄皮的同学, 所以说你看, 当咱们亥洲人, 黄种人被打了之后, 咱们是青一块紫一块, 但是白种人, 如果说在白皮下皮肤出血的话, 它更多呈现在皮表上的是, 这种黑一块, 蓝一块这种颜色, 所以说你看文化差异, 跟这个种族啊, 跟这个肤色啊, 都是有很大的这种历史的源源的, 能理解吧? 所以说black and blue, 在英文当中指的就是, 青一块紫一块, 鼻青, 脸种的, 你是大黑皮看不出来是吗? 那可能得美白一下吧, 好, 没有问题, Let's move on, 继续往下咯。 好, 再说最后一个颜色, 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blue, 你看比如外自办的这个讲义的颜色呀, 这个皮皮的颜色, 所以就blue, 那么blue同学们想一下, 它都有什么意思呀? blue这个颜色, 它都有什么意思? 特别好, 忧郁对不对? 同学们, 如果说你今天非常郁闷, 你男朋友跟你道别扭了, I am blue today, 我今天真的超级郁闷, 就相当于depressed, OK? 那么同学们, 现在老师把它放到这个blood, 这个语块当中啊, 想一想什么叫做blue blood, 色情, 没错, 当时大家说那么黄呢, 色情呢, 确实在英文当中不是yellow, 而是blue这个单词,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因为blue确实也有色情这样的一个含义, 同学们说贵族血, 贵族血, 差不多同学们, 来看多少话, 王室贵族, blue blood, 为什么呢? 因为同学们, 英国的王室, 他们在学业当中会有一种疾病, 所以说你看, 有的时候呢, 他们会有女王继承王位, 为什么呢? 因为男性可能会因为某种疾病, 在很早的时候夭折了, 他们也不是说女王, 就是他们就有这种女王的传承的历史, 而是说实在是没有男性继承人了, 他们才会选择这个女性作为继承人, 那么尤其是在维多利亚时代, 同学们, 维多利亚女王啊, 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呢, 就是英国历史文化的巅峰, 他呢就实现这种, 怎么说呢? 床上的政治, 他生了很多, 是一个孩子吧, 他生了很多很多的孩子, 然后呢生了很多女儿, 他把这些女儿嫁到各国去做这个王后, 然后你会发现, 所有的后来的欧洲的继承人, 全都要跟这个Victoria, 这个女王叫, 外婆叫姥姥, 所以说呢, 他们进京结婚, 就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就是怎么样呢? 血液的疾病, 对于他们来说, blue, 蓝色代表noble高贵, 所以说高贵的血液就是贵族血统, blue blood, 对, 对, 没错哈, 就是那种, 简称就是血有病, 当然了可能情况跟大家复杂一些啊, 这个英国王室就会有这个跟血液相关的疾病, 对, 欧洲老祖母确实有这种说法啊, Victoria Queen, 她就是欧洲老祖母, 大家都知道静静结婚, 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白血病啊, 血有病的这种遗传疾病的, 所以说对于贵族来说, 血液非常的precious, 好, 没有问题啊, 那最后一个短语呢, 叫做once in the blue moon, once in the blue moon, 什么意思, 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句子, 说I may see you, I only got to see you once in the blue moon, 我太想你了, 但是呢, 我在什么情况下能见到你一次呢, 啊, 也来越南喜业是不是, 好, 那么来看这个解释叫做very rarely, almost never, 很少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基本上从来都不, 所以说它表示的是啊, 千载难逢得, 同意了记号啊, 它表示的是千载难逢得, 这个语块就曾经出现在四季听力当中, 啊, 它就是考察了一个点, 就看你能不能知道老外的地道表达, 或它的理语的使用方式, once in the blue moon, 在蓝月亮, 你看, 这样的月亮不是都白色的吗, 皎洁的月光, 但如果说有一天你看到蓝月亮, 真的是千年难得一遇啊, ok, 好, 没有问题, 这就是跟颜色相关的一些短语啊, 那现在咱们来测试一下, 刚才老师讲的这组单词, 你还有多少的印象啊, 你长得怎么样, 同学们, 我说一个单词呢, 你就在公平打一下这个单词所对应的中文的含义, ok, 好, 首先第一个是slack, 我们说sl, 挂动, lack, 缺乏, 当你的脸缺乏脚印蛋白的时候slack, 当经济缺乏这个money的时候, 它也是slack, 两个意思, 非常好, 经济萧条, 脸呢, 就是衰老松弛, 对不对, 很好, 第二个是slowly, slowly lovely, 这个可爱的女孩呢, 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 邋遢的, 邋遢的, slowly great, 第三个是apprehend, apprehend, prehand这个词根呢, 表示的是catch, seize, 抓住, 对不对, 那么, a加烧写屁呢, 加强去抓, 那有三个意思, 加强抓住我的main idea, 我就是理解, 那么加强抓住我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呢, 就是逮捕, 那么再加强去抓我的这个抓耳腦哉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very忧虑, 三个意思都很重要, 没错, 很好, 跟上了, 第四个人字blizzard, blizzard, 我们说同一词是storn, a snail storm跟tempest, 对不对, 那我们说它都是负能量的, 不太好的, 发生这样的天气状况, 我也不太想, blizzard, 没错, 表示的是暴风雪, 暴雪公司游戏, 好, 下一代词, slumber, 我们说数着数着number, 你就sleep into a dream, 滑进你的梦乡, 所以说slumber, 一代词指的是, 很好, 指的是睡眠的意思, 睡眠, 它是一个非常专有的, 这样一个专有的词汇, 好, 第六个单词, extort, 我们说torit, 表示的是twist, 旋转, 对不对, 指的是卷, 那么ex, 向外去卷, 你想一想, 尤其是作为大学生的你们, 每次到月底的时候, 都要把你爸爸妈妈的钱包翻个底朝天, 往外去捡, 没错, 你在敲诈他们, 对不对, 叫做extort, 好, 第七个单词, tormit, 大家想想, 我们说, 这些女生都分手了, 就四级感觉过不了了, 对于她来说, 分手是这种折磨, 什么要来折磨呢, 对于她mental, 精神上的折磨, 对不对, 精神上的痛苦, 精神上的折磨, tormit, 好, 第八单词, reprehend, reprehend, 那么说, 反手掏, 什么叫反手掏, 那么反过来抓住你的缺点, 然后呢, 抓住你的小片子, 我就不放了, 那我就要deat你, 所以说reprehend, 这一单词指的是, 评责, 没错, 当众谴责, great, 好, 第九单词, contort, contort, tort, 还是转, 还是旋转, 那么这个, C-O-N, 就是我们一起来旋转的, 扭, 所以说contort your body, 这个是扭曲, 这个是一种实体的扭曲, 实体的扭曲, 好, 最后一个, 礼语, 叫做once in the blue moon, once in the blue moon, great, 没错, 就是我们所说的, 千载难逢的, 千载难逢, 好, 这次单词长得不错, 那么接下来呢, 再跟老师来一组, 这个闯关游戏, 叫做找相同, 怎么玩呢, 找出与所给单词, 意思相同的一项, 请问, 哪个单词跟segregate, 意思相同, A, separate, B, congregate, C, aggregate, D, segment, 没错, 这单词是表达分隔分离的意思, 所以说选择的是, 咱们在初中的时候就学过的小词叫做separate, 而这一单是A选项,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单词, 首先segregate这单词, 词根同学们, Greg, 他隐和的就是group这单词, 原因g, sorry, 原因e变成ou, 足, 那么at呢, 就是个典型的动词后缀, 那么告诉老师, 这个se, 应该取的是它前缀的哪层含义, 这个se取的是它哪层含义呢, if然后apart分开, 对不对, 好了, 给你们分组, 就是让你们分开隔离, 那么在这里呢, 同学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奥斯卡的这个, 就著名的影片, 叫做Brain Book, 绿皮书, 那么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过的, 这个时候讲的就是, 在美国1960年的时候, 实行的这个种族隔离, 虽然说我的主人公, 这个Dr. 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pianist, 就是一个钢琴演奏家, 给这个总统演奏过, 但是到了美国南部,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看不看过那个, Gun with the Wind, 飘那本书, 如果你看过那本书的话, 你应该对于这个, 美国南北的这种黑奴的文化, 应该有一个比较深的了解, 当时呢, 通过金三两贸易, 大量的黑奴呢, 去到了美国的南部, 还有西部鲜地区, 去从事这个农场跟种植的经济, 因为他们非常的廉价, 而且就是, 大家知道黑人的体力非常的好, 所以说, 这个黑奴的这个, 大家对于这种, 他们奴隶这种身份的意识, 没有办法去完全铲除, 所以说在那一阵的美国, 就非常风行这种隔离主义, segregate, 把它分到不同的组里面, 可能在坐公交车的时候, 白人前面车厢, 黑人后面车厢, 这个swimming pool, 只给白人开放, 黑人是不允许进的, 那么这个糖,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这样一个语幕, 就是, 他尽管是这个演奏会的主角, 但是他连当时主人家的这个washing room, 卫生间都不能去使用, 他只能使用外面那种, 专门给黑奴的那种毛测, 所以说你会发现, 那个时期, 美国对于这种人种的, 这种种族的隔离还是非常严重的, 没错, 餐厅吃饭也不能在一起吃, 对不对, 好了, 所以说, 就把它们分到不同的组里去, segregate, 来到个据席, 这是政府的一个策略, 这是政府的一个政策, 怎么样呢, 把白人跟黑人分割开来, 好, 如果没看过这个电影, 就今天安安利博回去之后看一下, 其实对于大家这个英文语感的培养, 对单词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通过电影, 通过歌曲来学单词,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 好, OK, 那么下一单现在叫做congregate, congregate叫做聚集, 那么这一单词同学们, C-O-N什么意思啊, 数表现是together, 一起, 然后把所有人都聚集到这个组里来, 是不是聚集的意思, OK, 把所有人全都照到这个组里来, 就是聚集的意思, 比如说, 今天八点半, 今天八点半, 咱们所有这个班农师都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里, 这一单词, OK, 聚集所有的学生, 好, 我们早就绝说, 年轻人总是晚上的时候放在我的小广场上, 怎么样来跳广场舞, 是不是, 现在广场舞也不是大妈的专利, 越来越多的这种yung people, younger generation participate in it, 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神奇的文化组织当中, 是不是啊, congregate together. 好, 没有问题啊, 那么let's move on, 继续往下, 天哪里远了是吗 下回找一个近点 咱们在云上吧 在云端啊 咱们在云端结合 好 那么说到这个 gate这样的一个 后面这个结尾呢 给大家找一个大门系列啊 这个gate 大门系列 其实大家最了解的肯定就是 obligate 对不对 obligation 这个呢 应该是大家这个属于高中词汇了 你看这点子呢 就是gate这样的一个大门结尾的 怎么就记得呢 ob ob le 正在 对不对 gate 大门口 obar正在大门口 结果方学 那就是他的obligation 那就是义务 OK 好 没有测 那么接下来呢 再说解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一些新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第一单词呢 就叫做irrigate irrigate 那么这一单词 怎么去记得同学们来看 我们说很多时候 字母的形态 决定它的意思 英文呢 其实跟中文一样 你看中文有象径文字 对不对 那么英文当中这个字母的形态呢 也会决定它的一些意思 比如说r这个字母 同学们来看一下 r像不像一朵小花花 那种刚发芽的那种小芽芽 r 好了 所以说你以后见到r呢 这个把它想象是flower 花或者芽的意思 r呢就是我 我站在gate 门口 怎么样呢 浇花 所以说irrigate 表示的是灌溉的意思 小芽芽 小花花 我站在门口 浇花 灌溉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放到这两个语块当中 分别什么意思呢 同学们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flood irrigation flood irrigation 香氛呢 可以把它叫perfume 对不对 是香水 那是perfume flood irrigation 大水灌溉 哎没错 血流成河 背上泥流成河吗 哎没错 同学们把它翻译个文艺一点 好吗 它指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 慢灌 就像红水一样 一股脑的灌溉过去 它指的是慢灌 好了 那有慢灌就会有相对音的 drip irrigation 当然drip这单词 你可以想的是那个job 低那个人词 所以说什么叫drip irrigation 非常结实的一种方式 哎没错 它表示就是低灌 低灌 drip irrigation 好 那么下一单词呢 叫做mitigate mitigate 还是gate大门 那我怎么样呢 你看me是不是我呀 t就是t啊 这个动作 你想一想 当你妈骂你的时候 她dis你的时候 你敢骂回去吗 你不敢呢 对不对 所以说你怎么样呢 你只能通过一些 这种行械 倾泻的方式来 抒发这种不快的感觉 mitigate 当你一踢门的时候 哇 刚才那种郁闷不平的心情 瞬间得到了平息跟缓和 对不对 mitigate 我踢门 心情得到了平息跟缓和 ok 好 没有问题哈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gate叫做everygate everygate 他们还是 是你看 greg 表示的是 组 那么 a还双写了首字母 g 就是加强 我加强给大家分组 那么这个单子同学们 如果说你把这个电脑也调成英文版本 你在使那个 excel表格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汇总求和 那个单子 使用到的就是 everygate 所以说它是在这个 数学呀 在这个会计里面 会经常见到那个单子 everygate 求和 没错 total sum total sum 没错 加强把他们放到一个组里面 稍微继续说的是 united won five to three on aggregate 说这个连队呢 最终以五比三的这个总分 on aggregate 总分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好 下面这个单子呢 叫做 instigate 那么这个单子呢 表示的是煽动机器 怎么去记忆呢 同学们 in是不是理念呢 这个t呢 你可以把它讲成street street 在街道里面 你想一想 尤其是像那时候 上海的弄堂啊 北京的胡同啊 那街道里面呢 家常里短 七大八大 你天天谈了一些事情 就煽动了 激起这些绯闻的产生 对不对 在街道里面 instreet 在街道里面呢 去谈了一些 家常里短 七嘴八舌 煽动激起一些绯闻 instigate instigate 好 这一段子没有问题吧 那么再往下 下一段子叫做promugate promugate 那么这个单子呢 它表示的是 你看mule这个单子 同学们认识吗 它表示一个小动物 这个动物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mule 它呢就是这个 horse跟donkey 然后呢 结合杂交的一个产物 然后它没有任何的生育能力 哎 驴叫做donkey 对不对 我说了mule是donkey跟horse嘛 结合的产物 哎没错 是骡子 骡子 它是没有生育能力的 好了 那你看 当你发现 哎 我家门口站着骡子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 哎呦 天大的新闻呢 big news 所以说 你要好好宣传一下 promugate 值得是宣传跟颁布的意思 promugate 宣传颁布 巨大的新闻 值得宣传一下 好 那么再往下呢 这单词呢 叫做propagate 叫propagate 那么这回门口不是裸子了 它是什么呢 pack 同学们 这个pack 你可以把它想象一下是pig 门口有猪 小猪在干嘛呢 小猪在繁殖 对不对 门口有猪在繁殖 门口有猪在繁殿 在繁殖 propagate 小猪可以起 对 好 那么你看我们造句的说 rabbit propagate 那个小兔子呢 就是繁殖的非常快的 一种物质 小兔子呢 就是繁殖非常快的 一个生物 同学们 那个大家知不知道 什么叫easter day easter day 没错 它就是我们走着到复活节 同学们 其实呢 如果下回有人问你说 在对于西方人来说 哪个节日是 对他们来说 宗教是最important 最重要的呢 不是Christmas day 同学们 最重要的其实是easter day 耶稣复活的日子 其实是对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 跟宗教相关的节日 那么这一天的同学们 就会有很多 卖小兔子这种玩偶的 然后还有卖这种蛋蛋的 那么为什么呢 你看蛋 是不是那种新生 new birth 新生命的感觉 那么兔子呢 它是一个繁殖能力 propergate 非常强的动物 所以说 这两个呢 就是复活节 easter day 它的迹象物 能理解吧 这是跟文化相关的 一个小知识 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对彩蛋 就是这个eg 好 那么再往下这件事呢 叫做subjugate 那么这件事 我们怎么进呢 你看gate 就是大门啊 SUB的高草师 前缀什么意思 这个前缀什么意思 啊 兔子呢 叫做bunny girl 就bunny girl 哎 没错 是不是向下啊 好了 现在我把你压在 我的大门之下 对不对 征服 镇压你 subjugate 把你压在大门之下 征服 镇压 征服镇压 好 没有问题 conquer 对同一词 conquer great 再往下 这单词叫做fumigate fumigate 刚才我们说 老师香喷 这个香薰 怎么去说呀 同学们 高草师 fume 这单词什么意思 fume 我们知道香水 叫做perfume 所以说fume 什么意思 冒烟 是什么意思 哎呀冒烟 没错 是那个烟雾缭绕的感觉 对不对 没错冒烟 所以说你看那个非典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每个学校里面 可能会熏一些那种 就是特定的那种化学物质 对不对 那么那个过程呢 就是薰蒸消毒 叫fumigate fumigate 它影视就是fume 冒烟 烟熏这样的单词 fume fumigate 好 那么最后一单词 castgate castgate 方船高老师 cast 这单词什么意思 cast这单词什么意思 没错同学们 咱们是不是说 分手之后 它给我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cast a shadow over me 对不对 我们就说cast a shadow 就是投掷了一片阴影 那么这里这个cast 表示投掷 那就把你扔在大门外面 对不对 把你扔在大门口 对你的惩罚 爸爸不要你了 你扔走了 扔在大门口 对我的惩罚 严厉的批评 castgate ok 这种单词还记住了吗 我们来重新梳理一遍 aggregate aggregate 用力的把它分到一组 聚合 汇总 instagate 在街道里面 家常理短谈论 怎么样的煽动 记忆绯闻 promugate 如果说 你在门前站那头 骡子是不是重大戏 值得宣传 值得宣布 ok propergate 我家门口有猪 干嘛呢 在繁殖 在繁衍 subjugate 扔在大门下 镇压你 征服你 fume mugate fume 烟雾 薰蒸消毒 castgate 投掷 扔在大门口 是不是 对你的严厉批评跟成绩 好 跟上了吧 对 这组呢 就是gate 大门系列 那么以后可能 也还会有多 类似单词的东西们 看到 大家也要想起 金兴空老师给大家讲 这些注意的方法 好了 那咱们来测试一下 这类似单词 大家讲的怎么样 累了是吗 咱们把这类似 测试完了 然后给大家穿插 一些好玩的东西 好不好 穿插一些这个老师非洲之旅的 有趣的财单内容 好 第一个叫segregate 那么说se se 表示的是apart 对不对 分开 把你放到不同的组里 所以说它表示的是 分隔隔离 然后 下一个是erregate erregate 那么说我在门口脚花 对吧 我在门口脚花 表示的是灌溉 好 第三个是mitigate 我踢门 我妈妈 我不敢反嘴 但是呢 我一踢门 我这个感觉 我这个心情瞬间得到了 缓解 缓和 对不对 使平息 使缓和 第四个是congregate 没错 它表示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聚合的意思 对不对 所有人聚集到一起聚集会合 第五个是subjugate 把你扔在大门底下 把你扔在大门底下 压在底下 表示是镇压征服 好 第六个是destorit destorit the voice 小哥哥网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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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错 表示扭曲 对不对 扭曲 destorit the truth 好 第七单词 abrogate abrogate sorry sorry 没法说 abrogate 那么这单词我说 加强 对不对 加强分动一组里 在数学当中 表示是会合求纵 会合求纵 好 第八单词 propagate pig 小猪配鸡 对不对 门口有猪在 门口有猪在 A great 繁殖 繁殖繁衍演 第九单词 apprentice apprentice 我说同一单词 就是green hand green hand A 学徒新手 学徒新手 green hand novice great 最后一单词 castigate castigate A 没错哈 我们说 把你扔在门口 bubble不要你了 对你的严厉的 批评 谴责 惩罚 对不对 castigate 好 没有问题 那么咱们现在轻松一下 首先我得问大家一个问题 皮鸣哭这单词怎么说 皮鸣哭这单词怎么说 很好 slum 对不对 这单词呢叫做slum 那么当时呢 同学们 如果说你看过这个 非洲 非洲就能 看过印度这个电影叫slum dog slum dog millionaire 说 皮鸣哭的百分封号 用掉了这个slum的单词 那么我们在我句子说 living conditions in city slums are very unhealthy 那些在城市当中的 皮鸣哭这种 居住条件的 真的非常的不健康 非常的这种 破烂不堪 那么当时我去非洲的时候呢 我就会跟我的朋友说哈 说 哎我到底在哪能找到 平民空呢 然后等我去了非洲之后 进了一个村子 我就想知道 我到底怎么样 能走出平民空 哎呀 那个整个非洲大陆 整体来说 经济发展水平 还是非常的low的 slum 到处都是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 当时我为什么 这个选择去了 这种非洲这个神奇 这种无垠的大陆呢 是因为刚刚当时呢 看了一本这个 必书名写的书 叫做非洲三万里 非洲三万里 然后呢 里面讲到了很多 非洲原始文明 还有一些非洲奇妙的文化 勾起了我这个旅游的兴趣 那么选择了一个 非洲国家叫做 Euganda 那叫这个国家吗 在赤道上的一个高原国家 算是非洲海味发掘的 这样一个宝藏之地吧 没错 乌干达 很多人去非洲的话 第一想到肯尼亚 或者是台塞尼亚 就是最具有非洲特色的 可以去看这个东西 但是呢 我感觉 去咱就玩个小众的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我就选了乌干达这个国家 那么去了乌干达之后呢 大家看到 这就是slum 贫民窟 看到了吗 你会觉得他们洗这个衣服 跟没洗是一样的 就是破破烂烂的 上面有很多灰尘 因为他们真的是很缺水 对于这个住在村子里的人呢 他们这个房屋 大家看到了吧 就是草坯房 可能稍微好一点 会有一些砖气的 但是它基本上 没水 没电 没暖气 当他们不喜欢暖气 他们觉得可能是冷气 他们当上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它就是一个 可以遮风避雨的 这样的一个小屋子 冬热下冷 冬热下冷 那么 我是不是说错了 对不对不对 说法了 应该是冬冷下热 冬冷下热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 居住条件可以说是非常差的 它就是当地的slum 对 回来之后你会发现 哦 巨无比的爱国 然后呢 当地人吃的这个食物呢 跟咱们想的也不太一样 你说当地人吃面吗 他们不吃 你说他们吃一个米饭呢 他们也不吃 吃面包呢 也很少 他们吃的是这个 同学们 这是啥呀 吃肉 这就是 哎 香蕉没错的东西 Bernard 但像跟咱们吃的那个黄香蕉不太一样 咱们那是叫fruit 水果去吃 他们这个香蕉呢 要蒸熟了 煮成那种糯糯的糊糊状的东西 然后蘸着比如说鸡汤啊 什么牛肉汤去吃 这是他们的主食 还有就是 这面的这个木薯 各种薯类 就吃坑坑糯糯的那种感觉 绵绵的 这个感觉非常的奇妙 大家如果有机会 未来去尝试一下 那个木薯 就是当地的一个主食 还有这个香蕉 Local food 那么除此之外呢 如果说你要想吃好 也可以 比如说你看 找了一个当地 香港人开的餐厅 感受不到吧 这么清新 小文艺的地方 居然在非洲可以找到 哎没错 那么吃一顿像这样子 带果汁啊 然后呢带配菜的这样一个 饭呢大概是人均120块钱 所以说啊 只要你有钱 你在非洲大陆上 还可以过得非常的滋润的 哎 百香果大家知道怎么说吗 百香果 有没有知道 百香果的英文怎么说的 对 人民币啊 人民币 你看啊 大家会很多很多 杠杆多单词 但是呢 一说到这个 非常阶级气单词 可能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叫做passion fruit 你看热带 非常热情的水果 百香果 passion fruit 当地的那个牛油果呀 avocado 一块五一个 同学们想一想啊 在中国牛油果 多么稀有的产物啊 但是在非洲大陆上 牛油果 一块五人民币一个 passion fruit 百香果 avocado 没错啊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百香 这是我们的牛油果 好 那么最下来呢 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也有一些 非常高等的这种 西式的餐厅哈 比如说你看 老师就在那个 非常高等的那种 地中海餐厅 吃了一顿饭 这个呢 人群大概是500块钱左右 500块钱左右 然后呢 我的这个伙伴 非得要给咱过个生日哈 当然那一天 不是我的生日 咱也不知道为啥 咱也不敢问哈 非要给我过个生日 然后那个waiter 我记得当时非常的sweet 给我端上来说 who is the baby girl 我感觉瞬间 对别人小朋友 我还非常的甜感觉 然后呢 莫名其妙地过了 一个生日 你看吃的也是 当地非常地道的 这种西餐 那么这个主厨呢 这个chef 都是从这个 欧洲过来的大主厨 所以说做的地道 这个餐呢 非常的authentic 非常的地道 好 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 老师的非洲商务 还是非常丰富的 对不对 我还去做了shipping 当地呢 是可以枪军核打的 打了一些真枪 这种raffle 不枪 然后这种小的这种 来福枪啊 都打了一下 然后呢 子弹叫做bullet 好 对不对 很酷 对 当时呢 同学说 哎呀 女同学要酷起来 还有男生什么事呢 是不是 就然然很A 当时打完枪之后 这个地方啊 回家之后发现 已经出现 因为枪真的很沉 开枪的时候 那个厚度力非常强的 如果没有cast的话 这个肩膀啊 真的是容易受到一定的损伤 对 好 然后呢 也去了这个 Murchison Falls Park 这种公园啊 虽然说它没有这种 大规模的动物大天使 但是在动物园里面 也可以看到一些 好玩的动物 比如说 大象啊 小象 大象呢 会有一个老祖母 就是Grandpa sorry Grandma 然后领导整个象群 还有这种Antelope 同学们知道什么叫Antelope吗 如果不知道 的话你记一下 这动物啊 水果单子 大家其实都是在日常上 都很常见的 但是可能 你的这个词汇上 相对来说比较小 哎 这个就是群羊 他们记一下 我不认识这词 记一下 Antelope 表示的是群羊的意思 那么这个呢 其实不是群羊 但是群羊的一个种类 那么它是这个动物园里 狮子最喜欢的 最可口的一个食物 因为它非常的juicy and tasty 吃得太美妙了 是这个狮子 狼羊最喜欢的食物 好 那么下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场景 路的同学们 完全没加任何滤镜哦 没有任何的filture 没有任何的滤镜 它叫做 Giraffe 对不对 我们的场景路啊 这个真的太神奇 太可爱的这个动物 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适应的颜色会 ducker and ducker 越来越深 你会发现 那个颜色越深的场景路 它就越older 越老 越浅颜色 它就越younger 越年轻 还有我说老师 这有屁股 是不是 屁股叫baboon baboon 朋友们知道这什么吗 就是屁股是一个 陶羊形这样的 特别可爱 没错 它就是我们的 菲菲 同学们 菲菲呢 就是在非洲大陆上 你可以 比如说开着车 在道路上 然后呢 就有菲菲家族 从这边过到那边 你要等一等它 因为非洲大陆呢 就是一个这种 动物跟人和平相处的 这样一个 大舟哈 然后你要等一等 然后呢 没事可以给他们 扔个香蕉哈 给他们喂个石 投个石 baboon 就是我们的这个 菲菲 圆形 心形的这种屁股形状 好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 这个gilden monkey 金丝猴 这就不能多说了 还有同学们 这个单词大家可以记得一下 叫做rino rino 指的是我们的什么意思 rino 没错 犀牛 同学们记住 这个h 它不发音 rino rino 指的是犀牛 那么犀牛 跟它相职的 都是有O 结尾的 有个单词 叫做hippo hippo 这什么意思 没错 它就是我们的河马 当时呢 是因为河马 它只有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 才会乘群的到那个河面之上 但是之前都是在 潜在水底的 对吧 submerge 那只有在4点钟的时候 才会一起到海滩上去 晒晒太阳 所以就那个时候 没有拍到它 就买了一个souvenir 一个纪念品 然后呢 拍了一张hippo 河马的照片 好 这就是我看的一些动物 然后呢 来说一下 这个呢 是在这个尼罗河的源头 Sorisa Bar Nile Nile River 尼罗河源头去打卡的 那么在乌干达境内呢 它是这个white nail 白尼罗河 尼罗河其实是有两条 河流汇角而成的 一条是青尼罗河 叫做blue nail 它是从这个 埃塞俄比亚高原发源的 而这里的白尼罗河呢 它是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spring water 它是那种喷泉水 喷泉水喷出来之后呢 然后呢 就开始流到这个 跟白尼清丁河汇聚的地方 然后呢 最终汇入埃及 汇入地中海 这就是尼罗河达卡 对 原图 没修过 这个太 因为阳光特别好 就不需要任何的修图 好 然后呢 同学们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culture shock 什么叫culture shock 这也是老外经人请问说的件事情 就是他的文化你好像一钢人心不理解 很震惊的 叫culture shock 那么说一下 在非洲这个大陆上呢 就是男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女性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他们基本上都是 异夫多气质 异夫多气质 那给大家说一下文化差异 哎 没错 那么 比如说一个男人可以去很多很多老婆 尤其是如果你还信仰穆斯林的话 那去很多老婆就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给大家说想异夫多气质的一单词 叫做 Polygamy Polygamy 同学们刚好时 Poly这个前缀 什么意思 Poly这个前缀 难道你说太太好了是吧 哎呀 能去好多好多西尼的女孩子 简直是一项最美妙的事情了 哎 对 它相当于是我们的many 对不对 这个前缀 同学不认识挂个迹象 这个前缀指的是many 好了 同学们 Gamy这个词根呢 你看他讲的什么game 这个词根是不是像game游戏这个单词 那它其实指的是marriage 婚姻这个单词 指的是marriage 婚姻 那我们就要说 哎呀 围城里面不是说吗 婚姻它就是一个金丝笼子 你想 婚姻它就是一场游戏 所以说你看 很多人的游戏 一个男子 有很多很多妻子 一起跟他玩游戏 是不是就是 一夫多妻子 一夫多妻子 polygamy 那你说 中国呢 相对来说 比较高度文明一些 是不是 我们就只能一个人跟一个人玩 就是一夫一妻子 所以说来高掃是 mono这个前缀 什么意思 mono这个前缀 哎 非常好 它指的是e 对不对 only one 所以说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游戏 eve 它指的是一夫一妻子 monogamy monogamy 好 那么女同学就不干了 老师 凭什么男人可以娶很多妻子 我也想要很多老公 对不对 哎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还是和平的 还是公平的 它确实有这个一夫多 一妻多夫制 比如说在印度的某些地区啊 在这个不丹的某些地区啊 还有就是在这个 比如说中国有些地区像姚族 它有种走婚的制度 就是还是母系社会嘛 很多这个妻子可以到各个地区 去跟男人就是结婚啊 就是很多老公 叫做 Polly Andre Polly Andre 那么这个单词怎么来的呢 同学们 Polly 还是不是很多很多呀 就很多很多老公 那后面这个Andre 同学们来看一下 像不像一个人名叫做Andy 像Andy吧 好了 大家知不知道刘德华 天王刘德华 他的英文名字叫Andy Liu 那么肯定是你妈妈那个年代的 这个五项 就是你妈当时就希望 自己老公拿上刘德华样帅就好了 所以说你看 我希望有很多很多个刘德华样的老公 Polly Andre 一妻多夫制 一妻多夫制 朋友们记住了吗 Plygamy 一个男人对很多女人的游戏 一夫得妻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游戏 Ponogamy 一夫一妻制 PollyAndre 我希望有很多很多刘德华 做我的老公 一夫多妻制 好 记住了 没有问题 那么这就是当地的一个文化 那么当地其实呢 他们就是 很多人啊 就是都穷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寿命真的很短 有一些医疗条件呢 一些nutrition 营养的问题啊 他们一般来说哈 黑人就是 寿命的upper limit 寿命的限制就是在这个48岁 到50岁左右 基本就已经够大了哈 然后呢 你们听到最多的是 今天我要参加我二姨的葬礼 今天我要参加我表姐的葬礼 就是死亡对他们来说啊 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对 所以说 你要庆幸你生活在中国 这样一个和平的大陆上 是不是 没有这些让你烦心的事情 好 然后呢 咱们这个轻松过后啊 进入到正式的学习当中了哈 好不好 咱们来看一下哈 接下来这两个单题 那么这里面呢 跟老师来玩一个中英配的游戏哈 就是我说中文你说英文 我说英文你说中文 那么好了 首先来看第一个单题 clausel 来 这个单题 它所对应的这个中文什么意思 非常好 巨大得 great 巨大得 第二个单题 acclaim acclaim 没错 指的是喝彩 指的是称赞的音线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两个单题 首先这个单题 clausel 怎么去建议呢 最简单的方式 注册方式就是 co 来告诉老师 co什么音线 co con com col 它都表示的是 a together 共同一起 对不对 好了中间的loss 损失 al形容在词尾 一起损失巨大 我们损失了 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共同损失巨大 所以说代表是巨大得 那么这单题呢 其实它来源于这个 古希腊的罗德岛的 这个太阳神像 那么其实呢 当时他这个希腊人 击退了马其顿人的 这样一个攻击 所以说呢 就注剑为礼 大家知道这个 UN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的前边 有一个巨大的青铜像 叫做注剑为礼 就是把这个战争所用的兵器 给它 筑成一些青铜器 筑成一些神像 表示的是 the peace 热爱和平 所以说 这个单题呢 是从这个罗德岛神像 而来的 closal 共同损失巨大 对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单词所对应的 同一词啊 第一单词 stupendous stupendous 表示的是巨大的 惊人的 那么这个单词 怎么去记呢 同学们 两种方式啊 第一个方式呢 就是你看它长得像 stupid 愚蠢的一单词 我们现在说 这个中文里面 会有用说 这种傻大傻大的 特别傻 特别大 巨大的惊人的 stupid 傻 stupendous 巨大的 傻大傻大的 stupid stupendous 傻大个 哎 没错 傻大个 这个是蛮好 好 那么还有种呢 就是从这个词根 词字的角度 同学们 st开头的 来告诉老师 它引述的是哪个单词 st开头的 它都引述的是哪个单词啊 哎 没错 指的是stand 站立 对不对 好了 站在那 怎么样呢 这个pand 这个词根呢 有很多意思 之后老师会讲到 相对应的单词呢 我再来就拓张 那么在这里呢 指的是pound 就是你看pand 是不是 我180磅 我很沉 站在那 非常沉 非常重的一个东西 挡路了 是不是就是 巨大的 惊人的 巨大的惊人的 很大的东西 挡住我的路 巨大的惊人的 stupidous stupidous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单词 prodigious prodigious 那么这个单词 同学们 从哪个单词来的呢 他就从这个prodigious 来的 能不能知道 这个prodigious 什么意思 prodigious 哎 没错 同学们 这是一个留学考试的 高频考研习 同学们 如果说你考托福 考雅思的话呢 这个单词一定不在 就是不在你的 这个生辈词汇里面 它叫做天才 prodigious 就像我们说genius 这单词 genius 天才 没错 好了 我们来看 那个天才 是不是易于常人 天赋易禀 所以说prodigious prodigious 指的是易常的 然后呢 你看天才 生出来之后 一般是个巨婴 是不是叫巨婴 巨型天才 所以说呢 它有这个巨大的意思 天才生出来之后呢 它就是巨大的巨婴 而且呢 是易于常人的 OK prodigious prodigious 好了 我们造句子说 this business generates catch in prodigious amounts 这个生意呢 它产生出了 巨大的这个利润 对不对 产生出了很多 很多的这种钱 genius 对 gifted 没错 我们说那个genius呢 就相当于是 the gifted the talented 对 天才易禀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下面呢 再给大家说一些 同一词 同一词 那首先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titanic 你说老师 titanic 不是我们说 那个巨伦的名字吗 没错 为什么titanic 要取这样一个名字呢 因为当时见到 这个titanic的人呢 就希望见到一个 世界上最大的 这种巨型邮轮 所以说 titanic 它作为形容词来讲的话呢 它就是 非常巨大 这种含义 非常巨大 对 好了 那么其实这一单词的同学们 它来自于 古希腊罗马神话里面 这个titan神 titan神 来讲一下 跟这个古希腊罗马神话 相关的一些故事 那么当时呢 这个乌鲁诺斯 就是希腊罗马神话 当时第一代神王 他跟大帝女神 该亚 就是 怀孕了 他们两个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历史是这样 说这个 乌拉诺斯的这个精密 和射在了这个 大帝女神 该亚神上 所以说 导致该亚怀孕了 该亚怀孕之后呢 就生了12个 太坦神 12个太坦神 那么每个太坦神呢 他们都非常的高大 威猛 OK 那么其中最小的一个呢 就是克罗诺斯 克罗诺斯 他就是古希腊罗马神话 当了第二代神王 那么这个神王呢 他非常的 可恶 很残忍 他阉割了他的爸爸 对不对 通过他妈妈的指引 阉割了他自己的爸爸 然后呢 推翻了爸爸的统治 成为了第二代神王 但是呢 他也没有待多久 就被他的儿子 宗斯 宗斯所推翻了 所以说大家知道 这三个神 乌罗诺斯 克罗诺斯 跟这个宗斯 他们就是影响古希腊罗马神话 最重要的三代神王 之后老师还会再讲到 跟他们相关的一些 神话故事 好害羞呀 是不是啊 感觉自己上车了呢 好了啊 所以说太坦神 这样的一个神的名字 然后呢 加上IC 变成一个对应的形成器 表示的是非常巨大的 Titanic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跟Titanic 长得很像的 叫做Gaganic 叫做Gaganic 那么这个单词呢 你看就来源于 我们说Gent 巨大的这个 非常简单的四级词汇 Gent Gagantic Gent Gagantic 巨大的 这两个单词呢 可以放到一起绝技 都是IC结尾的 好 那么下面这单词呢 叫做Gargantium Gargantium 这单词感觉好像挺长的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一个法国名著 叫做高康大 其实这个单词呢 就是来源于高康大 他的这个法语的名字 叫Gangantic 高康大 看到这个历史名著吗 哎 巨人国的国王 没错 那么高康大出生的时候呢 据说 要有这个一万多多的奶油 给他喂奶 他撒一颗尿呢 可能会淹死一个城的人 18个双大巴科 所以女同学 你看你有几个双大巴科 你不用焦虑 他有18个双大巴科呢 是不是 非常的巨大 但是呢 他就是一个巨婴 他的这个思维呢 被这个天主教的 这种经院式的教育 所涂害了 经过多年之后 的人文主义的这种 熏陶根系列 才逐渐变成一个真正的巨人 让他的这个智商 可以跟他的这个体型相匹配 所以说 通过高康大这个名字呢 就引申出来 这个Gargantium这单词了 巨大德 大家可以把这几个单词 放到一起去 因为你看 这个Gargantium 跟这个Gigantic 长得很像 你可以把这两个单词 放到一起去去去 好了 我们说巨大的障碍 叫做Gargantium Barrier Gargantium Obstacle OK 可以把这两个单词 这个没看过什么 那你现在把它记住吧 好不好 好 没有问题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 Closer这单词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A claim A claim 比较就是贺彩 跟称赞的意思 好了 那么这个单词的东西们 高康大师 Claim这个词根什么意思 Claim这个词根 表现是什么意思 哎 没错 它比较就是宣称 就作为单词来讲的话 它有这个宣称 公布的一些 对不对 但做起根来讲的话 它是跟这个喊叫而相关的 好了 现在呢 老师双写了手字母C 还加了一个A 这个前缀 所以说是不是加强俱喊 Bravo Great 那说加强俱喊 它表示的就是我们所说的 A 称赞跟贺彩吧 称赞跟贺彩 那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称赞跟贺彩 它跟这个applaus 有什么样区别呢 这个applaus 它指的是动作上的 扶着 称赞 而我的这个aclaim 它指的是一个正式的书面用语 指的是赞许的意思 Appreciate 赞许的意思 acclaim 那我们来到个句子吧 说 The film met with considerable critical and public acclaim 这个电影获得了巨大的什么跟什么 好了 同学们 给老师翻译一下 这里的这个critical 应该翻译成什么比较好 critical and public acclaim 哎 没错了 大家还是很聪明的 并没有执意说批评的 因为如果你翻译批评的的话呢 你会根据claim 在这个语义上 形成一个对冲 成一个这个 option对吧 对立了 所以说在这里呢 它应该翻译成的是极为重要的 very important 因为你知道 因为我们说 这个别人对你批评的话 对你的这个发展 成长来说 是不是极为重要的 OK 所以说在这里 critical means very very important 好 没有问题 那么这两个单词 大家也注意区分 这个指的是 实际的掌声 option else 而这个claim呢 指的是掌声 所谓引申出的这种赞许 是一个书面的 比较正式的语吧 aclaim 好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 由这个claim这个词根 衍生出来的 其他的一些同词根单词 首先 exclaim 高老师 这个怎么把它讲出来 claim还是喊跟叫的意思 对不对 那么 x表示的是 l向外 对不对 向外去喊 向外去叫 没错 比如说 你在取根老师的课上 大喊 公老师我爱你 对不对 手动破音 exclaim 向外喊出来 有爱就要说出来了 所以说它表示的是 喊叫 呼叫 大喊的意思 好 好 不说就是否认 接目不语 好 说 He disclaimed the ownership of the dog 这个狗啊倒数玩家 所以说他否认啊 我不是这个狗的主人 The ownership of the dog 例句有语法错误 哪个 啊啊啊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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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这个同学眼睛 真的非常的好 这个disclaimed 你可以加个ed He disclaimed the ownership of the dog 嗯 太棒了哈 葛老师就是一个小错误 对 这个地方哈 加上一个ed 或者加上一个单三多个一 六个六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啊 下面这个 呃 还是有claim 公伦单叫的declaim declaim 表示是演讲跟慷慨成奇 那老师们 告诉我这里的第一 取得是它哪层含义 这里的第一 取得是它哪层含义 对啊 这就是 复习课的证客 复习课的证客 哎 没错 表示的是向下 你看看哦 你在给别人做 这个reacture delivery speech的时候 你看你是不是在向下 对所有人去演讲啊 所以说呢 向下去讲话 指的是演讲跟慷慨成奇的意思 那么来到个句子 说的是 he declaimed against the evils of the alcohol 他严重的慷慨成奇呢 这种演讲很激烈的 怎么样呢 去说到这个酒是万罪的根源 那么在这里呢 同学们 说到这件事呢 就给大家讲一个跟美国文化相关的 叫做perhubation 大家有没有知道 这个美国禁酒令 这个事情的 就在美国二十世纪的时候呢 由于女权运动的兴起 然后呢 反对domestic violence 家庭暴力 所以说呢 就反对男性酗酒 那么当时呢 这个对于酒的管控 还非常严格的 比如说二十岁之下的人 你是不允许喝酒的 二十岁之下的人 就不允许喝酒的 你在这个家里 自己小酌几杯可以 但是只要你聚重 两人及两人以上喝酒 你就是犯法呢 那么最终可以去判处 半年以上的监禁 或者是五千美金的罚款 这就是perhubation 那么当年呢 这个禁酒令 我们说 数欲禁而封不止 很多时候 你越是禁止某件事情 它在黑市上的贩卖 就越来称狂 同学们读没读过一本外国名著 叫做The Great Gatsby The Great Gatsby 叫做 爱为了不起的Gatsby 对不对 那么其实当年Gatsby呢 就是抓住了这个 美国金酒令 这样一个历史控制 大量的倒卖这个私酒 所以说他就 赚得了人生的 这个低筒金发家了 那么这里面呢 就强调了 declined against 公开宣布 慷慨沉死 说到酒呢 酒精是万罪的根源 没错哈 这个小李子 那个主演的 对 好 那么最后一个单词呢 叫reclaim reclaim 那么claim还是说 那么这回怎么说呢 back 往回说 我们说这个 说出去的话呢 我们把它收回来 所以说这单词 有两意思 哎 没错 第一个就是收回的意思 那收回干嘛呢 收回台肯新的东西 所以说同学们 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例句 我们就把这个单词 两意思都记住了 this line will be reclaimed for a new airport 这个土地将会被收回 干嘛呢 开发一个新机场 收回开发 收回开发 reclaim OK 我们跟上了啦 好 没有问题啊 那么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一单词 斯道明已经讲过了 然后呢 分享了一下老师的 这个非洲之旅 那么最后呢 咱们把这一组单词 从中到尾来 重新 梳理复习一遍 让大家的这个记忆怎么样 首先 来一件去reclaim reclaim 没错 刚刚讲过的是不是 收回 说过的话 收回怎么样呢 开发新的机场 reclaim reclaim 收回开发 好 再一个单词 closal 共同损失 巨大 closal 巨大的 great 再一个单词 prodigious prodigious 我们说天才prodigious 他们都是巨鹰呢 异于常人 天赋一饼 所以说prodigious 它就作为我closal的同一词 对不对 还是表示的 惊人的 异常的巨大 好 第三次declaim declaim 向下去说 向下去说 演讲慷慨陈词 演讲慷慨陈词 第五单词 acclaim 加强去说 wow 加强去说 贺彩 称赞 但是 acclaim 第六单词 高康大 大家要高康大 那个是主人公立人物 gagantile gagantic 巨大得 没错 非常好 第七单词 declaim 我不说 我不说 他不是我男朋友 declaim 没错 表示的是否认 否认 第八个词 stupendous stupendous 傻大傻大傻大个儿 stupid stupendous 没错 还表示的是巨大的 巨大的 好 第九单词 slugged 说非洲人呢 做事情很slow 很慢 就会让人感觉 他是一个 slugged 蓝鬼 对不对 蓝鬼 然后slugged 第十单词 sloppy sleeper sloppy 说穿拖鞋 就会给人一种感觉 非常的 邋遢的 邋遢的 好 没错 来最后一组单词 第一个单词 slack slack 我们说sl表示滑 lack表示的是缺乏 对不对 那我们说当你的脸缺乏胶原蛋白的时候 它会下滑 当我的经济缺乏money钱的时候 它也会滑 两个意思 经济就是萧条 那么如果表示人的脸呢 这个肌肉呢 它就是 松弛 特别好 slack 两个意思 萧条松弛 第二个单词 apprehend apprehend 我们说表示抓 对不对 那抓住单译 抓住mean idea 它就是comprehend 理解 那如果抓耳脑塞呢 它就是worry 忧虑 那如果说抓住了一个犯人 arrest 没错 表示是逮捕的意思 好 第三个单词 lagard lagard 我们说lag 表示落后 那么ard 表示负能量 表示人的男子后缀 所以说lagard 就是我们所说的 落后者 great 第三个单词 extort extort 往外去扭 往外拒绝 敲诈 对不对 敲诈 相当于black male black male extort 第五个单词 torment 对我mental上的一种 torture mental上的torture 所以说tortment 指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agreed 好 第六个单词 segregate segregate se apart greg group 把它们分组 分到不同的组里 白人一堆 黑人一堆 segregate A指的是隔离 分离 right 第七个单词 errogate 我站在门口 嚼花 errogate 大门行李 没错 指的是灌溉 灌溉 第八单词 mitigate 我踢门 太生气了 我一踢门 我的心情就得到瞬间的 缓和缓解 mitigate 分离上号 第九单词 reclaim 考过了这不说了 再下一个titanic 我们说泰坦一个号 当它建造的时候 就立志建造一个世界上 最大的邮轮 对不对 没错 表示的是巨大的 大家讲的就是泰坦神 对不对 泰坦神 Titanic 好 没有问题 那今天的整个单词的 这个复习内容呢 就到此结束了 那么 现在呢 我们要选取一个打卡单词 打卡单词 同学们 今天你对哪个单词 印象最为深刻呢 我们就使用这个单词来打卡 对啊 已经要下课了 同学们 是不是感觉时间 嗖就开过去 大家对这个 巨大这个单词 是吗 巨大这个单词 那咱们就用Titanic 浪漫一点的 太太 您跟号去打卡吧 Titanic OK 就用这一点 再打卡 对这个一幅多七 比较敏感 是吗 好 已经凌晨一点了 那边是有时差了 好啊 同学们 已经这么晚 大家可以坚持听课 我真的觉得你们 棒棒 特别棒 能不能坚持下来 咱们打卡 同学们 这呢 就是老师的个人一博 游到考神 甲光老师 扫取这个维码 然后呢 到我的微博 你搜也行 游到考神 甲光老师 都可以 然后你搜取这个维码 然后呢 你用这个 你自己发一个微博 然后呢 带上这个单词 然后可以发一些 听课 今天感受啊 体会啊 都可以 然后呢 爱头我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看到 然后呢 一直可以坚持 打卡下来的同学呢 我就会在这个里面抽取三个星人 发出咱们的万词班 最后的小礼物 好的 我会多喝点水 好了 那么这个红包时间哈 来吧 下一波红包语 红包语 Red Pocket Brain For you 瞬间涨粉 那希望大家可以真的让老师涨粉一波 是吗 好 再来一个 回去之后的东西嘛 你会发现哈 是不是这个 根哥刚上两节课之后 然后呢 通过老师的这个复习 你就会对之前的单词 可能会有更好的消化 因为刚刚技术万词文化呢 肯定刚刚学这种高能的单词 你会觉得 一时之间感觉难以接受 那么慢慢你就适应这个节奏就好了 那么咱们之后的这个复习课的频率 你会逐渐的去 这样慢 大概就是一周一节 可能你们会见到老师的频率就 更少了 是吧 好 那么 以为是一个小时 咱们这是一个半小时 对 那么 如果说同学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那咱们今天这个课呢 就到 这些单词 而不是 就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呢 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哈 我们不见不散咯 嗯 好了 同学们 Good night 拜拜 See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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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